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下面呢 我们还是一起学习第六个专题 第六个专题的题目呢 叫做蜻蜓的洋务运动与财政 那么今天呢 我们讲这个第六个专题的第四讲 第四讲的题目呢 叫做武昌起义与蜻蜓财政的崩溃 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1911年 那么资产阶级革命派呢 发动了武昌起义 那么这样呢 就推翻了秦王朝的这种反动统治 那么秦王朝的这个覆灭 那么应该说 它有着多种多样的原因 那么但是蜻蜓财政的崩溃 应该说呢 是秦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那么关于秦王朝的覆灭 和蜻蜓财政的关系 那么就这个问题呢 下面我想分几个问题讲 那么首先呢 我想讲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的题目呢 叫做武昌起义 引发金融危机 武昌起义 引发金融危机 那么这个国家财政呢 它的一个根本的作用 那么就在于这样 它就在于呢 在比较安定和平的 这么一种环境之下 或者说在这么一种 比较和平的这种历史条件之下 那么为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 为社会的发展 提供必要的这种财政支持 那么在这种动荡的战争的年代 那么财政呢 则为国家的一个最主要的国家机器 就是军队 为军队履行对内镇压 对外抵抗的这么一种作用 为这个军队履行对内镇压 对外抵抗这种作用 来提供一个物质保障 那么这个国家财政呢 它既要受到国家的政治 经济 军事 外交 各个方面的这种影响 那么同时的财政 又会对国家政治产生一个反作用 产生一个反作用力 那么我们如果说 把国家财政看成是一个国家的 它的力量所在 或者说 这个 这个 军队 是吧 那么它是支持政权存在的一个重要的力量 那么财政呢 它就是支持这个军队 进行正常运作的 它的血和肉 就是说财政和国家政治 和这个军队的 它发挥它的对内对外的职能 有着直接的关系 那么也是说 没有一个财政的支持 那么这个国家 它就很难 长久的维持下去 国家呢 或者国家政权 那么就很难长久的 那么维持下去 那么我们在前面的课程 当中呢 曾经讲过 就是在1840年以后 清王朝呢 曾经经历了三次比较严重的这种财政危机 那么在这三次财政危机当中 由于清政府采取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财政措施 那么这样呢 就使得清政府 暂时的摆脱了这种财政危机的这种严重的困扰 那么但是这个时候 清政府的财政仍然还是非常脆弱的 它只要遇到一些内部的或者外部的 比较大的一些震动或者冲击 那么清政府的财政 还有可能发生这种严重的危机 甚至崩溃 那么1911年的武昌起义 那么它对于清庭财政的这种冲击 可以说是非常巨大的 甚至可以讲是一个致命的一个冲击 那么武昌起义爆发之后 不到两个月 那么全国呢 已经有14个省和一个地区 宣布脱离清王朝的统治 宣布独立了 那么其他各个省 就是没有独立的各个省 那么也都发生了规模不同的 这种大大小小的这种起义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下 那么清政府当时呢 可以说是惊恐万状 就急忙组织力量 准备要镇压 就是武昌起义 所引起来的这种一系列的起义 那么清政府要想镇压起义 首先呢 就要购卸 购买军械 要愁想 那么清政府 购卸也好 愁想也好 那么他首先要需要有什么呢 有充足的财政支持 那么我们前面曾经讲到了 那么清王朝自从鸦片战争之后 他的财政是日趋困难 财政发生了很大困难 那么因此辛亥革命爆发之后 清政府要想大量的筹款 那么对于清王朝来讲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一个事情 可以说是弹劾容易 那么这样清政府就很快的 不可避免的陷入了财政危机的恐慌当中 陷入财政危机的这么一个困境当中 那么在武昌起义 刚刚爆发的时候 那么清王朝呢 当时显然没有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当时清政府认为啊 只要派军队 是吧 就可以很快的镇压下这次起义 因此当时清政府就从他的这种 非常困难的这种财政当中 拨了一大笔这个款项 那么他命令阴昌带领着两个军南下到这个湖北 那么进行镇压 而且调派海军 萨振兵带领着海军 是吧 沿着长江而上 也去到这个湖北 那么进行镇压 而且调动了长江水师 准备通过这种会角 很快把这个武昌起义镇压下去 那么但是事情的发展 可以说是大出清王朝的意料之外 就没想到啊 全国各个省各个地方都在普遍的响应武昌起义 那么在这么一种情况下 就是起义各个省 清政府当然要派兵 要构谢 要抽想 那么在这个武昌起义 是吧 没有波及到的地方 没有起义的各个省 那么各个省的总督巡抚 同样向清政府要求 要求什么呢 要求要派兵 防止起义 要求清政府要给予财政支持 要拨款 防止这个没有起义的各个省 也会起义 那么这样清政府在武昌起义之后 他的财政支出可以说是急剧增加 就是这个镇压武昌起义的军费 那么需要急剧增加 那么这是一点 那么另外一点 值得我们关注的 就是武昌起义的主要力量是新军 那么武昌起义之后 清政府还有一些地方都府 虽然他们表面上讲 对于新军还要给予信任 不要歧视他们 对于新军的军饷要照发 为了防止什么呢 为了防止那阴遗生变 为了防止这些新军 那么和其他的武昌的这个新军联合起来 共同发动这种起义 那么一方面呢 还有维持新军的这种军饷的这种发放 那么但是实际上 秦王朝对于新军呢 是非常的不信任 那么这个秦王朝把镇压革命的主要力量 寄托在哪呢 寄托在原来的八旗兵 绿营兵 还有一些防营 就寄托在这种旧的军队身上 那么这样呢 清政府原来准备要裁撤的旧军队 不但没有裁撤 反而呢又增加了很多新的防军 那么这样呢 就占了清政府 他的财政支出的非常大的一部分 就是这个时候 清政府这种财政支出急剧增加 那么这个呢 也是清政府财政的一个非常沉重的一个包袱 那么这是对于新军的防范 那么伴随着清政府政治上的危机 军事上的危机 那么这种全国性的金融恐慌 那么又紧跟着 这个政治危机和军事危机而来 又发生了这种金融恐慌 而金融恐慌的最初的这种 这种这个这个始作俑者 或者说他的罪魁祸首 是哪些人呢 那么这个始作俑者 恰恰是清政府的这些掌权的这些官员 你比方讲 像摄政王载风 足连内阁大臣义匡 协力大臣纳同 你像这个义匡 一次他就从这个大清银行里边 提取了现金25万两百银 那么说清政府的这些王公大臣 大量的从大清银行 提取大量的现银 那么就造成了大清银行的 他的这种现银的 这个供给的这种期缺 就是没有现银 那么这样呢 大清银行 他在国民当中的这种 金融信用急剧下降 那么很多百姓 很多身伤 都拿着纸币 到大清银行去挤兑 要求呢 去把它兑换成现银 那么这样造成了清政府啊 他这种金融的 这种极大的一种恐慌 那么在1911年的10月24号 就是武昌起之后不到半个月 两江总督叫做张仁郡 还有江苏巡抚 程德权 那么就联合给清政府呢 拍了一个电报 那么这个电报当中是这样讲的 说自从湖北的武汉 武昌发动起义之后 全国的各个城市 各个城市 各个通商口岸 汇兑不通 就是彼此之间的金融上的 这种来往 来往呢 已经不通了 发生了很大困难 说护士呢 是人心惶惶 连日征提现银 并以钞票换现阳 搜阔一空 风潮极大 就是上海这个地方 很多人都拿着他的银票 去换白银 换现钱 这个现钱呢 几乎搜阔一空 几乎都被这个兑换掉了 引起了非常大的这种金融风潮 那么他接着要讲 说银行前夜 以便起仓促 未及预备 均将击倒 什么意思呢 就是银行 他自己没有准备 那么充足的这种现银现金 那么很多人都要求取现金 取现银 他不够 那么因此这个银行 就是面临着一个被击倒 被倒 被击垮 倒闭 面临着这么一种状况 我们都知道上海呢 当时是中国的一个金融中心 金融中心上海尚且如此 那么其他各个省 我们可想而知 你比方讲像南京 那么南京在听到 武昌起义这个消息之后 市面骤行恐慌 洋银巨缺 提现纷纭 也是很多人听到湖北 武昌起义了 很多人都去到银行 去取现金 银行的现金 很快就取完了 那么各个官银号 也是因为人们呢 纷纷持票取款 受己不堪 现存银钱 几致搜索一空 都是讲怎么样 用纸币 钞票去兑换 这种现银 银钱 银两 那么他还讲 说各存户 亦不论活期 定期 均来提取 什么意思呢 就按照我们现在的理解 就是你存的折子 存的这个储蓄款 无论是定期的 还是活期的 那么都拿过来 到银行这个地方去 去兑换这个现金 那么由于这个 很多的人 都到银行去挤兑 挤兑现金 那么在这个时候 在南京呢 甚至出现了 因争取钱票 踏死一人 就是拥挤 把人都给踩死了 出现了这么一种惨祸 这是南方 那么就是北京 就是当时 千王朝的首都北京 这个市面上 也是非常的恐慌 那么他们讲 像这个京师市面 日渐恐慌 已至银行钱币 钱铺 相继倒闭 凡有银行性质 各商号 有出无入 就是钱呢 只是往外 往外这个 发放 是吧 就是人家拿着这个 纸币来 拿着村庄来 是吧 要给人献银 是有出无入 银根枯竭 势将罢势 这是个 整个市面上呢 几乎要瘫痪 那么这是说 武昌起之后 那么这个金融恐慌 可以说呢 是蔓延到了全国的 主要的一些大城市 无论是南方的上海金融中心 是吧 还是南京 还是北京 北方的天津 或者是北京 那么都出现了非常严重的 这种挤兑的风潮 那么最初 秦政府呢 还希望做一些金融上 金融上的干预 是吧 他就命令 说大清银行 交通银行 这属于国家性质的银行 那么像市面上 要投放现银 是吧 那么他们希望什么呢 就是他投放了现银之后 如果有人拿着这个银票 来兑换现银 是吧 可以如数的给兑换 能够兑换 那么人们就不会再恐慌了 就不会有更多的人 来兑换这个现银 希望能够干预这个市场 那么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知道 秦王朝的财政 已经非常的微弱了 非常的脆弱 那么这个时候 秦王朝向市面上 所投放的 一百多万两 或者几十万两白银 那么对于全国性的 金融恐慌来讲 那么可以说呢 是杯水车薪 作用非常小 起作用微乎其微 那么不但这样 秦王朝向市面上投放的 这几十万两 或者是几百万两白银 不但没有能够挽救 这种金融危机 反而怎么呢 反而更大的消耗了 清政府的这种财政能力 使得那财政变得更加脆弱 那么使得清政府 不但没有钱 去购买军械 购买军火 购买这个良享 是吧 那么就是连清政府 向军队发放军饷 也很难做到了 就是很多军队的军饷 都不能够按远发放 那么因此我们看这个时候的 清政府的一些材料 就是各个省的总督和巡抚 要求清政府派军队增援的时候 都是要特别提一点 提一点什么呢 说除了派军队之外 还要派人携带大量的现银 由此我们可见 这个财政在国家政治当中 它的这种重要的作用 那么同样是10月24号 安徽巡抚朱家宝 那么他在给这个清政府的 一个电报当中讲 他说9月份 这个军饷 他这所讲的9月份呢 就是这个阴历的9月 实际上是阳历的10月 他说9月啊 9月初一的这个军饷 说我经过多方的借贷 说刚刚的发放了 就是对付过了9月初的 这个军饷的发放 他说但是呢 原来准备要增加的这个防营 要增加军队 就是武昌起义爆发了 是不是要增加军队 说新增加这个防营 确因的无想不能开招 没有钱 没有办法呢 去心目这个新的这个军队 那么10月25号 浙江巡抚叫做增运 增运也电报给清政府 说什么呢 说8月份防营的这个月响 上多欠发 那就是8月份的这个军饷呢 还没有完全可以发齐 是吧 还有这个亏欠 9月薪金响需 转顺又借知发之期 8月份的军饷 还没有完全都补齐 9月份新军的这个军饷又该发了 是吧 说而且呢 新旧偿款 付接种而来 就是清政府 对外借的款 那种偿付赔偿的款项 新的借款 旧的借款 那么这些呢 这个地方政府也要帮助去筹集款项 去来赔付这些 这个赔款 说这些赔款呢 又需要筹集银两 是吧 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叫做翻库 罗绝枣空 运库 亦存储无多 就是他在这个不证使私的 这个银库里边 钱已经没有多少了 那么这个运库 就是沿运使私的 他这个仓库里边这个钱 也没有多少了 因此他在讲 说这个时候啊 微迫情形大于几点 这行驶非常的危急 非常的紧迫 已经达到了几点 这是我们讲到了 安徽啊 是吧 这个这个浙江啊 是这样 那么其他各个省 像湖北 湖南 是吧 陕西 那么各个省 也都发生这种 类似的这种状况 那么这是清政府 那么他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财政负担 要筹集军饷 这个军队 你不发军饷 这军队他就没有战斗力 甚至可能会发生滑变 那么这是清政府 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财政负担 那么除此之外 清政府要对外赔付 战争赔款和外债的本息